那接下来我们来学习增值税这个税种当中的 第二个税值要素 征税范围 征税范围简单看 是指在中华人工国境内 销售货物 销售的货物 老物服务 无天自然不动产 以及进口的货物 对吧 这是它的一般遇上的征税范围 好 那我们需要主要的学习的内容 主要学习内容 有这么几个方面 深化来学习关于征税范围 这个税值要素呢 我们要学习销售货物 提供劳务 要学习销售服务 销售无性资产 要学习销售不动产进口货物 以及混合销售行为和监影行为 所以增值的征税范围 这本身来讲就是一个要点 好 那我们先从第一个方面 销售货物开始 关于销售货物 我们先看看基本规定 销售货物的意思是 有偿转让货物的所有权 有强转让货物的所有权 这里的货物是指有形动产 注意是包括热力 气体电力在内的 那简单的说就是 这个有形动产的所有权 转让出去 我收经济利益 这叫有偿转让 不是无偿赠给你的 我是有偿转让的 东西所有权归你 但是你要给我经济利益 对吧 那这个过程就叫做销售货物 比如说我手里这个翻页器 对吧 我可以把这个手里的翻页器 这个所有权转让给你 但是你要给我三千万 太多了是吧 但是我举个例子而已 对吧 那这个过程就是针对于翻页器 这项有形动产的所有权的一个 有偿转让吗 所以就相当于我在卖这个翻页笔 翻页器 这就是销售货物的理解 好 那强调一下 这个销售货物 注意要在境内发生 这个境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 难够理解 是吧 好 这是销售货物的基本规定 好 那么我们在销售货物上 考试的话 非常愿意考的 是关于 试同销售货物 你先看看这六个字 啥意思 试同 试是看作 对吧 把它看作是 和销售货物相同 那也就是说 不是销售货物行为 但是我把它看成是销售货物行为 应该讲到怎么说 好 那我看 说单位或者个体工商户的下类行为 试同销售货物征收增值税 所以关于试同销售货物证 就是试同销售行为 我们要特别注意它的理解和运用 好 那我们看一下哪些情况出现 我们把它当作是增值税的 试同销售行为呢 第一个 就是将货物交付给其他单位或个人代销 第二个 销售代销货物 你看一和二我放在一起 大家可以感受到 咱们一和二实际上可以理解为是 代销的双方 你看 假设我A 我找你B帮我卖东西 那么A呢就属于委托方 B就属于受托方 是不是这意思啊 是不是这意思啊 好 那么 第一点 把货物交付给其他单位或个人代销 那就说这里的A委托方的没 我A我找你B把我这货物卖出去 那么我A 试同销售行为 那么接下来B 第二点是销售代销货物 比如说这个B作为受托方来讲 把这个代销商品假 卖给了独立的第三方C 对吧 那这个过程也是一个 这就叫做销售货物行为 销售代销货物 那么这个行为也是试同销售 要交增值税的 那可见对于代销的双方 委托方和受托方都是 视同销售行为的 都应该叫增值税 好 这是一和二 第三是 设有两个以上机构 并实行统一核算的纳税人 把货物从一个机构 移送到其他机构 用于销售 属于视同销售行为 但是有个特殊情况 就是向相关机构在同一县市的除外 就是不包括相关机构在同一县市 好 那举个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 我一个统一核算的纳税人 假企业 我现在呢 是在 比如说 北京 上海 深圳 分别有 机构 分支机构 我现在把这个货物 从北京的这个机构 运到上海的这个机构 分支机构 去卖 那这个情况 属于 视同销售货物行为 那这个把货物从北京 运到上海去销售 这个事儿 应该交增值税 好 说 但相关机构 在同一县市的除外 比如说 我在北京的两个机构 比如说商品区和朝阳区 我一个统一核算纳税人 在商品区和朝阳区都有销售点 那我现在把货物 从商品运到朝阳 然后来卖 那这个事儿 是不是顺利销售 不是 同于现实的除外 这个点的规定 主要是考察 涉及到咱们增税的征管问题 对吧 那用于销售什么意思 简单的说 就像 把这东西卖出去 用于销售 就要向购物方开 发票 对吧 然后要向购物方 要收钱的 收取款项 这就是用于销售的意思 好 这是第三种情况 收通销售 好 到这为止 我们先复习一下 我们所提到的增值税的 视同销售行为 第一和第二 是代销的事儿 第三呢 是统一核算大事人 有两个以上机构 不在同线市 货物一送用销售的事儿 好 那接下来 我们看 第四第五 第六第七第八 那么这个四五六七八 你可以归类 可以归成两大类 一大类是将自产货委托加工的货物 干嘛去了 把自产货委托加工的货物 那么看四和七 四和七 这两个小点都在说 自产货委托加工的货物的情况 用于什么呢 用于非增 就是说应税项目 用于集体福利和个人消费的 这是增值的适中销售行为 好 那如果我把自产当做第一个来源 把委托加工当做第二个来源的话 那么可以理解为 两个来源 三个去向的 适中销售行为 两个来源 自产委托加工 三个去向是非应税项目 集体福利和个人消费 好 这是一类 那比如说 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 假企业 我是生产 电冰箱的 好 现在我假企业把我自己生产的电冰箱 给员工发福利了 那这件事 把自己生产的电冰箱给员工发福利了 这件事要不要交增值税 交不交 交 它属于增值税的事同销售行为 好 那我假企业生产电冰箱 我把电冰箱用于个人消费 用于非应税项目 同样都是要交增值税的 好 好 这是四合七的理解 好 五 六 八 这三个放在一起接 这三个你看 在资产和伪团加工 这两个来源基础上 又多了一个第三个来源 购买 然后呢 它的去向是 投资 赠送 分配 能看到 好 投 分 送 好 那这三个去向是 适同销售行为 要特别注意增加一个购买行为 那就是外购的 我外购的货 我拿去做投资了 我从外面买来的 我去分配给股东了 赠送给他人了 这都是适同销售行为 但是我就问一个问题 这个外购的货 我如果用在非增税应税项目上 用在集体福利上 用在个人消费上 还是不是适同销售呢 是不是 不是 要特别注意 好 那现在我们简单的说 45678 可以总结为这样的两句话 第一句 两个来源 三个去向的 非增税应税项目 集体福利 个人消费 适同销售 第二句 三个来源 三个去向的 投 分 送 第三个来源是什么 购 外购的 这就可以了 把这两句记清楚 好 这是到目前为止 我们把八种增税 适同销售行为 给大家做了解释 好 这个增税适同销售行为 可以说年年考 年年考 好 销售货物 重点在 适同销售行为上 好 那接下来 再说货物之外 第二个就是关于提供劳务 提供劳务 那目前来讲呢 咱们国家增税的应税劳务 就限定在提供加工和修理修配劳务 这两类的劳务上 也就是提供加工劳务要交增税 提供修理修配劳务要交增税 所以这里的提供劳务就是指这两类 那什么叫加工 什么叫加工 关于加工的含义 我们做一个基本了解 就是受托加工货物 接受别人的委托我来加工货物 这叫加工 那具体来讲就是 委托方提供原料主料 受托方呢 按照委托方的要求来制作货物 并且呢 收加工费 这样的业务 说白了的话 你给我料 我来帮你干活 完了之后 我把东西 产品交给你 我来收 这个加工费 这叫做委托 这叫加工业务 那这样的加工业务 要交增值税 按照提供老物来交增值税 提供老物来交增值税 好 你说再有修理修配 修理修配的意思是指 受托方对损伤和丧失功能的货物 进行修复 让它恢复原状和功能 这样的业务 这叫修理修配 针对于损伤和上市功能的 比如说我一辆车开不了了 我送到修理厂去 让它帮我修一修 修完之后 我再继续 是吧 那让它恢复功能原状 那相当于说 修理厂就给我提供了修理修配的 这个老物 它应该按照提供老物来交纳增值税 那交纳增值税 好 那接下来 我们看一个例题 巩固我们刚才所学习的 销售货物提供老物的 增税增税范围的知识 好 我们看 说根据增值税暂性条例 下列行为当中 属于视同销售行为的有 这是2016年的考题 我们看选项A 说 够近的货物用于个人消费 B 够近的货物用于集体福利 C 够近的货物无偿赠送给其他单位 停 你就看看这个够近这俩字 记得我们刚刚讲的知识 这属于第三个来源 这是三这 是不是啊 第三个来源 那天这前两个是自制委托加工 对吧 那么第三个来源 外购的货物 够近的货物 用在什么方向上 三个来源三个去向 哪三个去向 投 分 送 好 那么赠送这 它就是视同销售 而这 这都不是啊 对不对 好 投分送 那你就如果把选项C改成 投资 给 被投企业 或者分配给股东 仍然是都是对的 对不对 嗯 好 行了 那这个提前证据答案 就是选项C呗 考察了我们刚才所强调的 学习的那八种 增税市场销售情况 增税销售情况 好 那这个选项D 我们看一下 说是位于同一线市 实行统一核算的两个机构的货物 移送 移送销售 那这个就是把我们刚才的 学习的八种市场销售的第三种 那个除外事项列在这了 实际上同一线市的不算数 非同一线市的才算数 是吧 好了 那这个题目我们就强调到这 好 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个 17年的考题 那你看 市同销售者考题是非常频繁的 可以说咱们一般的还会考 还会考 是吧 好 看题干 说下列行为中属于增税市同销售的有 好 选项A 将自产委托加工的货物停 你看到这 你脑子里马上想 老师说了 这是那两个来源的 那么只有三个去向才算数 哪三个 非应税项目 集体福利 个人消费 是不是得找这样的 是不是得找这样的 好 把资产委托加工的货物 用于连续生产加工应税消费品 然后 B B 把资产委托加工的货物 无偿赠诉给其他单位个人 C 把资产委托加工的货物 分配给股东投资者 D 把资产委托加工的货物 作为投资 投给其他单位 选项E 把资产委托加工的货物 用于集体福利 好 那你考虑一下 我们刚才说的 两个来源 三个去向的 然后三个来源 三个去向的 对不对 这三个来源当中 包括那两个吧 只不过进加了一个外购的 对不对 好 那也就是说 对于这两个 资产委托加工 不管是这三个去向 还是这三个去向 是不是都是市中销售 对不对 也就是说 资产委托加工的货物 不管是用在 非应付项目 集体福利 还是个人消费 还是投资分配赠送 它都是市中销售行为 所以像我这个 无偿赠送 分配 投资 集体福利 这都是 对不对 但是呢 我们这个题目呢 是多项选择 这个A是不是 A是不是 A不是 A不是 我们八种 市中销售行为 这儿是没有它的 对吧 也就是说 把资产委托加工的货物 用于连续生产加工 应税产品 这事儿 不属于增值税 适同销售行为 所以A不选 那这个题目 是换了一个角度 考察你增值税的 适同销售的理解 好 那这个题目呢 我们就讲到这儿 那接下来 我们再看看 16年的考题 16年的考题 说 下列业务当中 属于增值税 修理修配劳务的事儿 问提供劳务当中的 修理修配劳务 那选项A是 钟表的维修 选项B是 住宅装修 C是道路维修 D是房屋维修 或者是房屋修缮 好 那这四个选项当中 哪一个修什么 是属于修理修配劳务呢 答案应该是A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讲的 修理修配的意思是指 受托方对于损伤 和丧失功能的货物 进行修复 让它恢复原状 或者是说 恢复原有功能 强调的是货物 你还记得货物这个词吗 它是指什么 有行动产呀 二是指有行动产呀 对不对 所以那只有我们选项 A钟表具备 有行动产的概念的要求 对吧 而像住宅呀 道路房屋呢 可以理解为都是什么 动产 所以它的修缮 或者维修装修 不属于修理修配劳 我翻成吗 嗯好 所以这题的答案就是A 考察的关于修理修配 这个概念的理解 概念的理解 针对于货物 损伤过上市功能的货物 来进行修复 那才叫修理修配 啊 好 接下来 我们来学习 第三类的增值的征税范围 就是关于销售服务 停在这儿 大家想 我们在讲销售服务之前 是学过两类的征税范围了 学过什么呀 销售货物 提供劳务 两类了啊 好 那现在进入到第三类 销售服务 这里的销售服务 先看概念 是指提供交通运输服务 邮政服务 电信服务 建筑服务 金融服务 现代服务和生活服务 也就是这个销售服务啊 包括这些类别 那可见 我们下面的任务量 是比较重的 是不是它所含的这些类别 都要简单的了解一下 是不是啊 嗯 那好 那我们一点点来 我们首先看交通运输服务 交通运输服务 就是这里的 提供服务当中的第一类 所以我先看它 好 交通运输服务是什么意思 简单的 明白一下它的概念 就是指利用运输工具 把货物或者旅客送达目的地 使其空间位置得到转移的业务活动 好 那简单的说 比如说我现在在北京 但是我晚上的时候 我要坐航班 我要坐飞机去上海 那么那个航空公司 是不是就在提供交通运输服务 它是不是利用它的 飞机这样的运输工具 把我这个旅客 从北京运到上海 让我发生空间位置的转移 对吧 这就是提供什么 航空运输服务呗 好 这个概念 大家做了解就行 好 那希望大家知道的是 交通运输服务呢 实现它分那么四类的 我刚才举的例子说 我下了课之后 我就要改航班 要去上海的 那这个就是相当于说 我们交通运输服务当中的一类 叫做航空运输服务 那除了航空运输服务之外 还有陆路运输服务 水路运输服务 以及什么管道运输服务 这是我们四种交通运输服务类型 比如说我坐船去上海 就是相当于那个航运公司 就提供了什么水路运输服务 比如坐高铁 这就是陆路运输服务 你要理解 所以一二三四 四种交通运输服务的类型 好 那么我们具体来看这四种类型 首先看陆路运输服务 陆路运输呢 它是通过陆地运送货物 或旅客的运输服务 包括地上和地下 我想地下咱们最熟悉的 就是地下铁了 对不对 这个比较简单 对吧 那么再看一下 第一个焦点 我们陆路运输当中呢 第一个就是铁路运输服务 是吧 铁路运输服务 就是通过铁路运送货物旅客 这样的运输 我们现在高铁 我们中国的高铁 可以说是全世界的number one 对吧 咱们在铁路运输服务 这是做得非常好的了 好 那接下来就有 除了铁路之外 还有其他陆路运输服务 其他陆路运输就铁路之外的吧 铁路之外 我想你肯定能想到公路运输 公路运输 对不对 而且公路运输里面 你肯定想的最多的是高 什么高速公路 对不对 好 再有就是缆车运输 锁道运输 地铁运输 城市轻轨 这些都属于其他类 总之 陆路运输分铁路和其他类型 那这个我们都听过 那么需要注意一下提示的内容 提示的内容就是 出租车公司 出租车公司 他向使用本公司自有的出租车的出租司机 来收取的这个管理费用 这个收的这个管理费 他也是按照陆路运输服务缴纳增税的 注意类别 类别 也就简单的说就是出租车公司 他拥有出租车 这个出租车是出租车公司的 然后开车的司机开着出租车公司的出租车 拉活 然后呢 出租车公司呢 向司机收管理费 他收这个管理费用 是应该缴纳增税税的 也就是出租车公司是增税纳税人 对 他按什么角 按陆路运输服务角 啊 就是相当提供了交通运输服务了 好了 这是一个要点 需要强调一下 好 这是我们说的这个交通运输服务当中的 陆路运输服务的内容 好 除了陆路运输之外呢 还有水路运输服务 对吧 水路运输服务呢 简单了解 盖你就利用什么天然人工水域 或者是海洋航道来运送货物 或者是旅客 对吧 那这里面就要注意一下 乘租业务和乞租业务了 注意哈 我们看乘租业务 乘租业务是指运输企业 为租船的人完成某一特定行次的运输任务 并且收取租业务 好 然后再看看七租业务 七租业务是指运输企业 将配备有操作人员的船只 乘租给他人使用一定期限 也就是说连人带船租出去 比如说一个月两个月 这个叫七租 好 那你说假设一个运输公司 把配了舵手的这样的船租出去 比如租期三个月 假设 那这三个月之内 我们叫乘租期内 是不是得听人家那个乘租方来调遣呀 对不对啊 好 那不管是这三个月经营不经营 是不是乘租方都得向人家交租赁费呀 对不对 好 那这三个月期间 这个船发生的固定费用 是由船东负责的 是由船 船东是谁呀 是运输公司呗 好 这就是七租 乘租 七租业务的概念 你要了解 好 那需要注意了 为什么要提成租七租啊 主要是 不管是水路运输当中的成租业务 还是七租业务 就是是针对于特定的里程行次运输 还是针对于特定期限的七租业务 那么属于水路运输服务 而属于水路运输服务 那他俩的共性是什么 不管是成租还是七租 共性是不是 是不是连船带人都走 去完成特定行次 或者是完成一定期限的工作 连船带人都走的 这件事站在水路运输公司的角度 就相当于他在提供水路运输服务啊 按照交通运输业 按照11%的税率来缴纳增值 强调啊 成租七租业务 属于交通运输业 11%的税率计算缴纳增值 好 那如果是水路运输当中的光租业务 他就属于经营租赁了 他适用于17%的税率啊 什么叫光租业务啊 就是说 只是把船拿走 人我不配 只是租船走 那不就属于经营租赁 租的是交通运输工具吧 那那种情况下 租船的这个运输公司 就属于什么 按照经营租赁业务 适用17%的税率缴纳增值 好 那我现在我说 假设有一个 假 水路运输公司 水路运输公司 假设哈 有A B C 三艘船 那么这个A船呢 是租给 A别企业了 租期五个月 每个月固定向A别企业 收比如说20万的租金 收20万的租金 然后这五个月期间 这个A船上的船员和船 都应该听A企业调钱 好 那么这是A船 比如说B船 自己正常提供运输业务 就是水路运输公司自己用 正常提供运输业务 那么这个C船 是租给了C企业 只是把船租给了他 C船上的船员 我们留在运输公司 留在假企业 人没跟着走 那么针对这三条船 假水路运输公司 它是怎么来计征增值税的 首先 对于A船来讲 由于船和人 全部租出去 大概五个月 属于我们刚才讲的七租 而他应该按照11%的税率 计征增值税 按照租金的 以租金做技术 来11%税率来征税 好 那么 B船 正常提供运输业务 正常提供运输业务的话 那就属于标准的水路运输服务 那么也应该按照11%的税率增值 C船 由于只是船走 人没跟走 这是我们典型的光租业务 属于经营租赖 适用于17%的税率 缴纳增值税 好了 这是我们关于水路运输服务 强调这么多 那讲完了 陆路运输 水路运输 第三种交通运输服务 叫做航空运输服务 航空运输服务就通过 在空中航线 送人送物 对不对 那需要强调的是呢 需要强调的是 就是这个航空运输的 失足业务 属于航空运输服务 那什么叫失足啊 这个失足业务 有刚才的水路运输当中 那个成都和七足业务 在那打底的话 我想对于航空运输服务当中的失足业务 你应该能够理解 是不是说把航空器和机组人员 一并租出去一定期限 对不对 好 那七足的意 七足业务的概念是 航空运输公司把配备有机组人员的飞机 乘租给他人使用一件期限 乘租期内 听后乘租人掉钱 不论是否经营都要收出利费 固定费用也要乘租人承担 对不对 那这样的文字 你就可以这样理解 我们在航空运输服务当中 叫它十足业务 实际上它的含义 就等同于刚才水路运输当中的 那个七足业务呗 对不对 这本质东西是一类吗 总之是连人带运输工具一起做出去 对不对 反正这种情况下 你水路当中的七足业务 都是按照11%的税率 是同于水路运输服务交税了 那现在航空运输企业当中 十足业务 是不是也应该属于航空运输服务 也应该适用11%的税率 应该理解 那强调一下 强化一下 航空运输服务 按照航空运输服务 讲的算出来就是七足 是吧 七足 那么除了刚才的这个 失租业务属于航空运输服务 按11%交税之外 那接下来的航天运输服务 也按照11%水率 按照航空运输服务交税的算 好 另外强调一下航空运输当中的 干租业务 一看干租业务的话 它应该属于经营租列 适用17%的水率了 哦 那也就是说 对于水路运输当中的光租 对于航空运输当中的干租业务 都是17%的水率属于经营租列 而且是属于什么呀 这个什么 动产的经营租列 有型动产的经营租列 因为航空器 就是飞机和船舶 都是属于有型动产 属于动产的经营租列 对吧 适用17%的水率的 好 光租和干租 好 强调一下啊 好 接下来我们看交通运输服务当中的第四类 关于管道运输服务 管道运输服务 先看一下基本概念是 通过管道设施来输送气体啊 液体啊 固体物资这样的运输业务的服务 这个概念大家做了解就行 强调的是 第一个就是无运输根据承运业务 按照交通运输服务缴纳增值税 这要注意的什么叫做无运输工具承运业务 是我经营者 我作为承运人身份 比如说我A 我作为承运人身份 我去和那个B 他叫托运人 他打算运送物资的人 比如说B有一批钢材 找我承运人 要把他从北京运往武汉 想这样 好 那现在这个A就以经营者 以承运人的身份 跟托运人签了这个运输服务合同了 然后签了合同 收了B的这个运费 比如说收了8000块钱的运费 然后呢 这个A承担承运人的责任 承运人的责任 按理说 你接了这样的业务 你A去做承运人 负责把这货物从北京运来 我就完了吗 但是他是什么样的承运人 他是无运输工具的承运人 就是他没有运力 那怎么办 他就委托 实际承运人 完成运输服务的经营活动 那这A把这活接下来了 比如说A去找C 他是什么 实际承运人 要求C去把B这个货 从北京运往武汉 就这样的意思 好 那这 谁是纳税人 这件事 谁是纳税人 是A作为C 就是说 无运输承运工具业务 A按照交通运输服务 去缴纳增值税 也就是这个 无运输工具承运业务的 基本含义 大家要理解 好 这是这部内容 那接下来 我们教材在下面 有一个新增点 就是18年1月1号起 纳税人已售票 但是客户 逾期没有消费 取得的运输 逾期票证收入 按照交通运输服务 计算缴纳增值税 那可见 这个新增点 是强调说 你这个运输企业 票卖出去了 不管对方坐没坐船 坐没坐车 坐没坐飞机 你把票卖出去了 就应该说 你已经形成收入了 按规定就应该 缴纳增值 你售票 作为 一个 是否纳税的 是关键了的 对方 坐没坐 乘没签坐交通工具 那另外一回事 你售了票 就要纳税 这是要强调的 运输 逾期票证收入 按规定 缴纳增值税 交通运输服务 交通运输服务 设例是多少 大家记得吗 交通运输服务 设例是多少 11% 是吧 OK 这个新增点 好 那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个例题 说下列业务当中 属于按照交通运输服务 缴纳增税的事 看清啊 是问你是按照 交通运输服务交税的 选项 航天运输服务 先告诉我 选不选 选 它属于交通运输服务 而且是属于里面的 航空运输服务类 对吧 A没问题 B 航空运输的失租业务 选不选 选 飞机和机所中一起租出去一段时间 OK 选项C 水陆运输当中的乘租业务 选不选 特定行次 选 人和船 对吧 选项D 水陆运输当中的七租业务 选不选 选 人和船租出去一定期限 OK 选项E 水陆运输当中的光租业务 选不选 不选 只有船 没有人 这属于经营作例 不选 所以这个题目 正确答案是前四个 对吧 那如果我把选项E改成航空运输当中的干租业务 是不 也不选呀 道理是一样的 好 所以这一个水陆和航空运输当中 到底是成租 七租 失租 光租 还是干租 它到底是属于交通运输服务 还是属于经营租赁业务 要分清楚 好了 那这个点呢 我们就强化到这 好 那下面 我们把现代服务当中的第一类交通运输服务 讲完了 那接下来我们看第二类叫邮政服务 邮政服务呢 也是先了解它的概念 邮政服务是指中国邮政集团公司 还有它所属的邮政企业 提供的这个邮件的记币呀 邮政的汇兑呀 还有机要通信等等 这些基本服务的业务活动 这个概念做了解就行 那我们需要把握的呢 就是要知道邮政服务 具体来讲是分三类的 一大类我们叫它邮政普通服务 一大类呢 我们叫它邮政特殊服务 还有一类呢 就是其他 就是普通特殊加其他 这么三类邮政服务 嗯 这是要知道的哈 那我们简单了解 什么叫普通服务 普通服务的话 就是你平时到邮局 做的业务 比如说寄个信啦 寄个包裹啦 订个报刊啦 对不对 这都可以的 这都叫普通服务 那什么叫特殊服务呢 特殊服务就是 具体来讲 包括什么 你看一看 比如说给义务兵 发平常信函 有像什么 寄要通信 像盲人读物 还有这个革命 烈士遗物的这个基地等等 这都属于特殊业务 这些属于邮政特殊服务 那还有其他服务 其他邮政服务是指什么意思 是指除了我们前面 这些业务之外 像那个什么邮策等等 这些邮品的销售啊 像邮政代理啊 这都属于其他类 那么关于这具体的三部分 都大概的意思 咱了解一下就行 好 这是关于邮政服务 那咱们销售服务当中的 第三种叫做什么 电信服务 我们看电信服务 好 那你回顾一下 我们在讲电信服务之前 关于销售服务 我们讲了两类了 交通运势服务 邮政服务 是吧 到第三个电信服务 好 电信服务的基本意思 看一下 是利用有线无线电磁系统 或者是光电系统 等各种通信网的资源 提供什么 语音通话服务啊 最明显就是咱们 平时的打电话呀 对吧 像传送 发射 接收 或者应用图像 短信等 电子数据和信息 这样的业务 那这个电信服务 咱们相对来讲 跟我们生活很密切 大家相对熟悉 好 那需要大家知道的是 我们电信服务分两类 一类叫做基础电信服务 一类叫做 增值电信服务 那基础电信和增值电信 两类 这两类最 直白的 或者最直接的区别 就是在计算缴纳 增值税的时候 适用的税率不同 这是最直白 最直接的区别了 如果属于基础电信服务的话 适用于11%的税率 跟刚才的交通运输服务 是一样的 是吧 而如果是增值电信服务的话 是适用于6%的税率 这是最明显的 两类电信服务的区别 那好 那接下来 到底什么叫基础电信呀 就是几乎什么业务了 适用于11%的税率呀 我们看 基础电信服务是指 利用固网 移动网 卫星 互联网 还提供语音通信服务 以及出租出售宽带 出租出售波长 等等网络元素的业务 那简单的说 就提供语音服务 出租出售宽带 出租出售波长 这些网络元素 都属于11%的比例 交通税的呗 那这是要简单的把握一下的 好了 关于基础电信服务的概念 我们就讲到这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询阅 转发 打赏